你知道粉煤灰吗? 它是工业生产的废弃物 但是你知道吗? 它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那么,如何有效利用粉煤灰呢? 让我们一起探讨一下 粉煤灰生产线设备包括 恶势破碎机、提升机、振动给料机、 抹粉机、收集器等 粉煤灰抹粉生产线流程 原料先经过恶势破碎机破碎 达到所需要的抹粉成品力度后 再由提升机将物料输送到料仓 之后再由振动给料机将破碎后的原料 均匀送到抹粉机主机内进行粉磨 经过抹粉后的成品 可再进行封机分级筛选 符合要求的成品 随着气流进入到收集器内分离收集 其中,粉煤灰立式抹粉机 是整个粉煤灰抹粉生产线主设备 是一种高效节能降低噪音的研磨设备 同时也是一种响应节能减排的生产需求 而专门研制的新型研磨设备 立抹机是一种极干燥、细磨、分级 和输送为一体的新型摩机 具有高的粉磨效率、低的电耗 大的净料力度易于调整 设备流程简单 占地面积小、噪音低、粉尘小 使用维护方便、运行费用低 耐磨材料消耗少等特点 在煤炭、水泥、矿渣、电厂脱流 和非金属矿产等行业 得到了广泛应用 粉煤灰的有效利用 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还可以变废为宝 而立式抹粉机的出现 则为粉煤灰的现代化利用 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对粉煤灰和立式抹粉机 有更多的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探讨